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P粉可以高振无忧地磕糖吃瓜 反正节目组一定会怎么填怎么来 直到把观众填晕为止 除了以上四位嘉宾外 其他嘉宾就没这么自在了 把球迷用在中国足球上的话送给他们很贴切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当最后一次远行约会开启后 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开始焦虑了 有些嘉宾的精神状态及行为举止都有了非常大的转变 其中变化最大的要输女二红橙橙了 正如她自己所言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 女衣麦穗和男四陈叶雄抱团取暖 通过节目呈现的效果来看 只能说麦穗对陈叶雄有好感 谈不上喜欢 特别是陈叶雄这个一根筋的倔雄 一来小屋就看上了女二方斌寒 作为中途入场的嘉宾 不否认她同样拥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然而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 特别是小屋所有人都在助攻方程式CP时 她还不自知 难免有强拆CP的嫌疑 通俗地说 这种插足别人感情的做法是很败路人员的 而且她在追求方斌寒的过程中 同时对女衣麦穗和女武罗岳嘉释放过好感 完全就是自会形象的渣男人设 而麦穗恰恰目睹了陈叶雄所做的一切 陈叶雄向方斌寒示好的每一幕 她都恰好在跟前 最初麦穗是中意马子嘉的 在马子嘉摇摆不定时 她都没有主动出击 如今 陈叶雄在她面前肆无忌惮地表现出 对其他女嘉宾的喜欢 她却还是选择了陪伴陈叶雄 陪她玩游戏 陪她解闷 而陈叶雄也是尽力地配合 尽量让自己不显得孤单 所以说 看似麦穗心动了 勇敢出击了 实际上 她和陈叶雄的相处 就像白开水的剧情 没有任何甜蜜的泡泡 特别是最后一次远行约会 看见其他嘉宾成双结队时 他们两人默契地走到一起 避免了落单的尴尬局面 事情已经很明了 麦穗和陈叶雄 这两位失忆的剧中人 只是在抱团取暖 然后体面地离开 女儿红尘城对男一马子嘉发起攻势 除了方尘是CP真情流露外 观众同样感受到了 红尘城懂真情了 红尘城对待自己的情感付出 一直是小心翼翼的 从入住信号小屋后 红尘城的心思都在马子嘉身上 不停地观察 不停地试探 企图让马子嘉 一直坚定地选择自己 那样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 既体面又坦然地 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 遗憾的是 马子嘉在他忽冷忽热的态度中 他的耐心与兴致 慢慢地消失殆尽 恰在马子嘉备受困扰的时候 孔汝纯大方地向他施爱 所以他犹豫了 爱与悲爱之间该如何抉择 红尘城这么通透的人 不可能不知道马子嘉动摇了 于是 观众看到了那个曾经柔柔弱弱 害羞腼腆的女生 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她为爱勇敢出击了 红尘城主动起来后 还真没孔汝纯什么事了 马子嘉本来就中意她 她也就不可能推开 主动示好的心动女生 两天一夜的远行约会 主动出击的红尘城 掌握了绝对的主导权 牢牢拴住了马子嘉的人 但是能否拴住她的心呢 女四孔乳唇孤单落泪 中途进场的孔乳唇 大方单纯毫无心机 喜欢就是喜欢了 从不拐弯抹角 既然是抱着谈恋爱的想法 参加了恋宗节目 勇敢追爱本就没有对错 只是时机不对 孔乳唇入场时间比他们晚 本身就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看到马子嘉和红尘城的 暧昧关系没有明确时 所以大方的向自己心动的男生 马子嘉施爱 本也无可非议 却因此遭受了网爆 孔乳唇般委屈的事都占尽了 本期节目中更是备受打击 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 看着荡秋千的马子嘉和红尘城 孔乳唇表情落寂 明显被伤到了 再听到红尘城对着马子嘉唱着情歌 孔乳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 伤心落泪了 落花有情流水无意 谁又能轻易地控制自己的情感呢 马子嘉和红尘城 孔乳唇之间的情感 何去何从让人揪心 无论马子嘉做出何种选择 必定会有一位女生受到伤害 之所以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接应马子嘉和红尘城的双向奔赴 没有早些启动 双方在相互试探与猜疑中 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从而让不明就里的孔乳唇 深陷其中 只能期望马子嘉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能够妥善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把对女生的伤害降至最低 刚刚抵达目的地时 所有人的心情都非常不错 女生们各个笑也如花 美丽动人 然而 随着夜幕的降临 部分嘉宾的烦恼也接踵而来 比如 一向开朗活泼的女四孔乳唇 便在镜头前露出了十分落寞的神情 小孔之所以会变得不开心 除了遗失了戒指这个原因之外 主要还是因为男一马子嘉的缘故 男一马子嘉游走于女二和女四之间 看似谁都不愿意伤害 但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两位女孩的心情 尤其在做出最终约会的选择时 男一的逃避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尴尬 好在心灵导师麦翠及时上线 暖心帮忙开导她 而男一马子嘉最终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男一的邀约方式很有趣 在她和女四孔乳唇 一同用湿纸巾擦脸的瞬间 以一种不经意的口吻说了出来 那我明天约你 看得出来 男一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所以才会以这种方式来约女四 毕竟大家都会以为她会选择女二 就连女四本人在听到男一的邀请后都愣住了 一直以来 男一马子嘉的约会对象都是女二红橙橙 然而没想到结局反转 在最终约会的抢人大战中 男一还是将这个宝贵的机会给予了女四 不过这次约会并不意味着红橙橙落单 因为她也被医疗之外的男嘉宾邀请了 至于女二和男一马子嘉最终是否能走到一起 只能等到最后一期节目才能彻底知晓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